海贼王,德雷克并非真孤君,或半仙才是蝶终蝶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内容。在最新更新的海贼王漫画990画中,德雷克被福兹福和奎因联手揪了出来,并且偷袭得手。 而德雷克不得不选择与陆飞联手的方式,施助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。 试想一下,如果陆飞拒绝回应的雷克,那德雷克必然成为众矢之地,难逃一死。孤君作战,真是略险凄凉啊。 不过天师认为,德雷克的出局绝非偶然,他也并非是真孤君,而霍金斯才是真正的叠中叠。 这件事发生得很诡异,而且特别像有预谋的行动,尤其是存在以下几个疑点。 第一个疑点,霍金斯为何要举报的雷克? 首先大家应该明白,德雷克为什么要放纵罗。其实很好理解,主要是为了帮助罗和陆飞对付凯多。 德雷克打入敌人内部,深知凯多的强大,所以能帮一把吃一把。 然而不幸的是,霍金斯看到了这一幕并且把这件事告诉了奎因和福兹福。 霍金斯的这一举动,无疑是把德雷克冰上了绝路。那么霍金斯为何要举报的雷克呢? 理论上讲,霍金斯也是为了自己上位。 谁往第一处流,人往高处走,不想当海费王的海军不是好出师。 凌空六子就六个位置,而且实力都很强大,想要上位必须得使用不正当的手段。 所以效果大家也看到了,霍金斯这也算是有功之臣了。 德雷克被除名,那么下一个上位的自然就是他了。 这也很符合霍金斯墙头草的人设。 还有一点,这可能是三人参与的局。 前面也提到了,霍金斯是哪边强就往哪边倒。 而以目前的局势来看,凯多团显然遭到了重创。 这个时候,霍金斯所做的决定应该随时做好两手准备。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,当面放人和通风报信很可能是事先设好的局。 而动机就是让德雷克顺理成章地加入草帽同盟,罗德岛解放,而霍金斯也能更大程度地得到敌方的信赖。 一句三德啊。 第二个一点,德雷克或许早就引起怀疑。 从之前的间谍前辈的结局来看,想要长期胜任这个职业是完全不可能的。 而奎因等人或许早就开始怀疑了德雷克的身份,只是缺乏确定性的证据。 而霍金斯恰好就提供了认证,这才让德雷克无话可说。 所以综上所述,德雷克虽然离职,但间谍的工作可能交给了霍金斯。 当然,霍金斯不会为海军做事,而且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!